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不适合 以我做例子 我二十年都会再犯癌症 我们有很多无需 有很多这个不对的地方 那么我们可能过不长时间 我们又复发了 或者癌症又重新又来了 所以我想请杜教授能够告诉我们 当一个人癌症医治了以后 应该怎么样来看来 提的这个问题呢 其实也就是我们现在目前 给癌症怎么定位的一个问题 因为医学呢 我现在要讲 就是说它是一个落后于现实的科学 都是先有病 然后再去研究 作为世界卫生组织呢 对癌症 它初步定的就是说五年作为一个治疗期 就是五年也没有复发 它就认为是你痊愈了 这个说法看来是要重新讨论了 因为现在呢 足够的发现不是这么回事 因为它和其他的慢性病都一样 比如我们现在有的人有高血压 有高血压的人都知道 你今天吃药 今天血压正常 那么都是终生的 在你这有从得高血压一直到你这一生 这个高血压是不允许停止的 只有它的药物的换 或者是增加减少 但是要求每天必须吃的 那么肿瘤也一样 我从事肿瘤这个工作 也就从事医学近四十年了 而且我自己呢 来之前要求我写一点东西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那篇文章呢 其实也就是考虑 我的癌症 我也是个癌症病人 十多年了 那么我现在给我的病人 在我治疗过程中总结下来的就是说 你在西医里头 你算二期病人 比较好的 二期的时候发现 手术 电疗 化疗 那么这个西医的治疗 都是作为正规的 程序化的治疗完以后 在中国它还要配合一个 呃 例如说你们股心癌的 荷尔蒙是阳性的 他会吃一种药 他们期分要吃五年 就说他的治疗期还要求五年 那么中药的 要跟进 我们要求应该是三年 如果严重一点的 像腹部的 卵槽癌呀 肠部有 有那个扩散的 加上有肝的 我们要求你最少是五年 如果经济条件好 希望你一直在吃 而且我跟很多病人说 你跟进吃中药 那么你化疗 电疗 手术完以后 做完这两种治疗 治疗以后 你吃中药 那么说 他西医的这种治疗 是六十八弦的成功率 我再让你吃三天的中药 给你再加百分之二十 就是你有八十二险的成功率 为什么说不可能一百 就是说你永远达不到原来的正常人的健康支出 因为癌症所有的癌细胞在体内的潜伏期 最少是十年以上 一般是十到三十年 甚至五十年 那么他在这么漫长的 这么复杂的过程中 就你体内的免疫功能 七道免疫功能 全部破坏 只有你所有的免疫功能都破坏掉 癌症才能生存 才会有一粒种子 然后长成一个东西 所以你在治疗上 你的整个基因 你的基因 全部都有了变化 那么你在治疗的过程中 你必须有一个阶段 也可以说 在你有生之年 你的癌症不可能之余 是一个慢性的 非常长期的 我们中医上讲 就是搞阴阳平衡 也就是说 你只有在你的肌体 保持在一种平衡状态 你就不会复发 一旦你的肌体出现了 失调 它就又会到处 因为你的肌体 不是像健康人那样 它有100%的抵抗能力 也就是免疫功能 所以我会劝很多癌症病人 你可以连续吃三年 基本上不会到处来 但是有情况的时候 还是要带回来 要吃药 因为你不会像其他的健康人 100%的免疫功能 你最好最好的程度 只有80% 所以你必须随时的预防 怎么预防 就是这样让你的身体 不要有失衡的状态 这种失衡有两种 一种是外面 一种是内面 内因起到的一个主要的作用 也就是你的情绪啊 你的身体各项是标准 这是很关键的 看到一些问题 就是民间的传说特别多 而且相信人也特别多 一旦有某一个人生病 他的亲戚朋友都会健炎 而且这种健炎呢 那简直是无为不至了 那个健炎的特别多 我经常会碰到人 就会说 这个不能吃 那个不能吃 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吃 说的有的都过分到 大米能吃吗 连大米都不能吃了 我说那你吃什么啊 什么都不吃怎么生存 所以这里头还见到一个忌口 还有一点的马来西亚也是最突出的 就是民间厨房 算个民间厨房吧 我来了以后呢 就一开始是小麦草 后来是中药呢 那我只能再商一点商了 因为我是开汤药的 我认为汤药最好 因为这个厨房呢 富方的 中药自古到今都是以富方为主 那个药水呢 明显的效果没有富方的好 那么还有一些就是 现在的中程药 中程药呢 也有很多不错的 但是它是一个 取一个中间值 就是 例如胃癌 你高的也是这个药 低的也是这个药 中间两次的还是这个药 它不去有细致的分别 只有汤药是给你这个厨房 就是给你制定的 更确切 所以我认为 康药最好 而且我在这边呢 一直坚持着 最多给一个月的药 超过一个月我没开过 为什么呢 因为癌细胞它有一个记忆力特强 就是你用过的药 下次再用 不灵了 所以呢 我一般我的病人 力的劲的 基本上最多给两周的药 你要一直看我 跟你不同情况 我在一直不停的 原则不变 药会去调整 这样你煮出来的药 化学结构一定会有差别 那么不会给你身上体内的 遗留的癌细胞有劲力 我们会慢慢的杀死它 不让它有抗皮 比如说 通常我们去看西医 去复诊的时候 都叫你厌缺 是吧 厌缺的时候 那么 你很高 我医生说 你一下子 这个人要复放 你搞错了 你搞错了 我中药从来不会做这种 几个礼拜就会去 那是化疗的作用 中药没有化疗的作用 对对 那么你是两个礼拜再开药房 那你来怎么知道 她的癌细胞方面 两个女拜佛会这样呢 还是 行行讲讲讲就看得出呢 不是 我是在调理你的内环境 跟癌细胞没有 不是这样子 是看生 或是让你的身体 就像你的土地 让你的土地改善成最优良的 是癌细胞不能在这儿生存 中药没有说像在化险的镜下 滴滴癌细胞就死了 那是化疗的作用 化疗去拿那个做实验 中药没有这个实验 中药吃中药 那我查理你那个环境 最少两年 我不可能让你去 两个礼拜就去换一下 但是我要会有意识的 让它一直不停的变换 好